而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 首先是先肯定秀林乡公所在疫情期间 来守护部落族人们的健康 不过对于疫情之后如何协助失业 关怀工作也请秀林乡公所能够做整合 来协助部落族人们面临的问题 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表示 在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的后疫情 公所在所有福利工作上 虽然有到各部落执行关怀 发放物资 不过还是有灵性的族人需要关心 也请社会客能够在各村进行整合的工作 来协助需要帮助的乡亲 尤其是从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些因应的措施 来针对这些比较不是列管的这些族群 还有一些学生 而且我想我在部落堂 我看到一些就是没有工作 就是没有打到工作 然后就是有很多一些事业人口 也有一些家族问题 还有一些单亲的家庭 虽然也有很多的长照系统可以介入 也有很多的一些社会难以 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整合 所以我不晓得社会客这里 那我们风水做了很多人力污蔽下去 为什么还是在部落的角落 还是有很多一些很需要被帮助的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支援没有那么整合 为什么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位科科长 你们在后一期的这段时间 你们会怎么样去做因应 针对这些就业也好 失业人口 主居弱势这些距离加值 这些因应的措施 整人也表示后勤之后 部落面临的失业人口 冲减着部落经济产业 也希望公所能够多加努力 来帮助部落主人们进行媒介的工作 做好社会关怀的事宜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